爱情理念,要是掺杂了和它本身无关的算计,那就不是真的爱情。 莎士比亚宁愿做一朵遗下的月花,不愿做一朵受恩惠的强违。 与其逢迎见美,偷取别人的欢欣,无名被众人所避弃。 莎士比亚任何恶德的外表也都附着若干美德的标志。 莎士比亚爱的力量是和平,从不顾理性成规和荣辱。 它能使一切恐惧震惊和痛苦,在身受时化作甜蜜。 莎士比亚不如意的婚姻好比视作地狱。 一辈子鸡争额斗,不得安生。 相反的,选到一个称心如意的配偶。 就能百年协和,幸福无穷。 莎士比亚对人要和气。 可是,不要过分狭逆。 莎士比亚,如果一年到头,如,嫁子鸡亚。